欢迎光临手游酷玩的各位小伙伴 今天我们带来的这款游戏演练是 苹果官网推荐的游戏 Big Panther 大猎手 操作比较简单 单击就是后退 然后拖拽我们的小角色 就是投掷 在这款游戏里我们可以感受一下原始人的惊魂狩猎 在古代生产力落后的时候 打猎真的是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虽然是一款休闲游戏 操作比愤怒的小鸟要简单一些 但是难度确实很高 想得高分非常的难 我们现在是训练营模式 可以有五次失误 当左边的五个小白点变成了小叉叉以后 训练就结束了 不过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训练来赚一点钱 下面我们进入猛马的故事 在完成60天的狩猎后 可以挑战更凶猛的野兽 像犀牛啊 巨鸟啊 不过光是猛马的难度就可能超乎了你的想象 第一天开始了 我终于知道了猛马虾灭绝的真相 日复一日天天狩猎 我们跳过几天 一直到了第12天 我也终于买到了球锤得锤的大石锤 换了一把武器 这个大象 虽然是2D的比较简单 但是做的非常细致 当它被攻击的时候 眼睛会变圆 看起来就很不错 在这处武器攻击猛马象的同时 还要适当的后退 以防被猛马象撞到 时间不多了 我砸 我再砸 哎 我砸 砸不出去了 好吧 再来一遍 在这个故事模式下 猛马象的血条是在右上角 击中不同的部位 掉的血量也不一样 如果可以的话 就尽量的进行弱点攻击 猛马象的象牙 也可以阻挡我们的攻击 在完成60天的猛马象狩猎以后 可以开启其他的更凶猛的野兽 像犀牛啊 蜴鸟啊 不过光猛马象的难度 我这第12关就已经打了好多次了 60关就 我这种手残挡就不响了 完成猛马象的挑战 去解锁新的怪物吧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我们视频的小伙伴 可以关注手游酷玩 也欢迎您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拜拜 by bwd6 by bwd6